原来不被爱时就算是女明星也不行 我有时候就会把爱情放在第一位 然后我那时看起来一谈谈了大概 我就特别害怕失去那种感觉 特别没有安全感 别让任何人消耗你内心里的情浪 是不对的 我觉得人要有爱情 但是不能放在第一位 我就一定是经营自己 完成自我才是最重要的 要爱自己 千万不要恋爱呢 三千在节目中被问到什么原因让他心碎 我觉得我已经放心的去依靠你了 但是你竟然就是同调了 所以我觉得依赖这个东西是很难形成的 但反而我特别依赖你的时候 可能会呈现不好的自己 这个时候如果你离开的时候 我就会特别觉得自己不对 就是我这么不好吗 难怪每次看他的小狗日记都好难过啊 那就 再见吧 孙一层哭着说 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 其实爱情是很简单的 每次爱情会激很多时间 会有很多时间可能会打败 两个人其实不容易 喜欢是评判 爱是撑腰 都珍惜十年的那个人 爱情的接受都是有迹可行的 我记得钱杰当天 然后他从早上起来 见到我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你跟我说我去给你买 我觉得钱杰就是一个送花的节日吧 我就主动控制我送花就好了 但他从早到晚到天黑了 快十二点了 那个花也没来 我就觉得没戏了 今天才能看起来 我现在情绪已经不太好了 这个事情刚发生日过了几个月之后 我过生日了 他又跟我说了同样的话 只有女孩子才会心疼女孩吧 小时候最短的多久 四五 那最强的呢 两个人都在那里九年 每次谈恋爱 我都是跟着结婚去的 可能人家没想结婚 我闻到要哭的感觉 当年他爱得有多深 就被伤得有多深 两个人在一起不容易 尤其是做我们这行 真的剧场很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 就是真心 因为最后一样 是在这些矛盾 就都化进去 我讲不错 好 陈嫂未传 有新的恋情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只有体验过才会感同身受 有的时候就我跟我老公吵架 从来没有赢过 全都是答应 因为我完全不会说话 经常跟他吵完架一哭 然后我就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我讲真的是不会讲话 我真实去说的时候 然后就经常被吹 就是完全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吹了 然后我就后来就变成 审不快的态度 因为我怕又说 景田一位前男友 受到生命无法承受的痛 几年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经历吧 我自己觉得 我好像已经丢失了自己 可能没有想到 生命里还会发生一些 日前会觉得自己 无法承载的一些痛吧 我是严重到 可能就是说 几天几夜 我都会出不了那个房间 什么方面的事情 导致你会这样 私人的事情吧 对马思纯这段话破坊了 相爱的人就能在一起 很多人 都能痛苦 不能口感 为什么 这么残酷 残酷 我 是 是 马思纯 你谈过恋爱吗 我 是 那一定是一个很奇怪的恋爱吧 我很幸福的恋爱